本周佳话且听风言 各位好,我是佳风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巴黎大视野 在YouTube上收看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2022年圣诞节前夕 巴黎北站附近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三名库尔德人被枪杀 调查人员认为 这很可能是一起种族主义犯罪 因为据凶手本人承认 他是种族主义者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卫视的报道 12月23号星期五 巴黎市中心发生枪击案 三人死亡,多人受伤 凶手已被警方控制 巴黎检察官发布的通告 证实了这起案件 法国内政部长达曼宁告知 肇事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而他本人也赶往事发现场 法国检察官称 对嫌疑人有关谋杀 误杀以及严重暴力罪的调查 已经启动 他补充说 嫌犯的年龄大约60多岁 法国警方尚未公布 作案嫌疑人的更多信息 不过有媒体爆料 嫌疑人拥有法国国籍 并有过袭击难民机构的前科 枪击事件发生在巴黎第10区 一条特色小型商店及咖啡馆林立的街道 那里人气很旺 据BFM辨识台报道 嫌犯向库尔德人文化中心 以及对面的一家餐馆 还有一个美发厅开枪 法新社员引目击者的报道说 凶手一共发射了7至8粒子弹 造成除三名死者外 还有两名伤者伤势严重 圣诞节前的星期五 巴黎闹市区购物者很多 街上充满了节前忙碌的景象 而事发之后 巴黎警方在出事现场 以及附近的巴黎东站展开调查 并呼吁居民尽量避免靠近 在被警方拘留期间 嫌犯说 自从2016年 他成为一起盗窃案的受害者以来 他对外国人的仇恨已经成为了病态 他一直想谋杀移民外国人 这起事件给圣诞节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让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移民问题 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后 还是在巴黎北站又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 好在没有人死亡 但是造成了六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当天下午 警方披露了巴黎北站行凶案调查的最新进展 行凶者是利比亚人 生于2000年 三年前入境法国 有盗窃和暴力犯罪违法记录 法国政府去年夏天拒绝了他的拘留申请 并且勒令他离境 但是由于利比亚仍处于战乱之中 且法国与利比亚也没有互相接受驱逐人员的协议 因此他虽然收到了必须离境的通知 却依然留在了法国 那么这期的巴黎大视野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关注一下移民这个话题 把视线倒回到去年年底的世界杯 这场能让世界为之疯狂的体育盛会也充满了移民元素 我们通过澎湃记者的文章 来盘点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那些移民 从2018年的俄罗斯到2022年的卡塔尔 足球世界杯离不开一个词 那就是移民 在加速全球人才流动的同时 这也给足球全新的可能 那上届世界杯法国队就被外界定义是靠非洲裔球员拿下了大力神杯 而在今年的世界杯 移民足球更是成为了一些球队的主流 尤其是闯入四强的摩洛哥队 这个摩洛哥队中有16名非本土球员 他们要么出生在摩洛哥以外的地方 要么是有海外家庭背景 要么在其他地方来学习足球 齐耶赫·马兹拉维是在荷兰出生长大的球员 阿什拉夫出生在西班牙 罗曼塞斯出生在法国 伊利亚斯·切尔出生在比利时 和摩洛哥利用大量海外移民效力相对应的是 比利时吸纳了很多来到当地的移民 最著名的是来自刚果的卢卡库 巴舒亚伊和蒂勒曼斯 阿玛杜·奥纳纳出生在塞内加尔 捷里米多库的家人是加纳人 还有亚尼克·卡拉斯科 他的父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 当然了他们还都算不上足球移民最大的受益者 加拿大队有22人移民背景 哈欣森的父母是特里尼达和多巴戈人 米兰·伯扬在克罗地亚出生和长大 乔纳森·大卫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 他的父母是海地人 借探亲之名来到了美国 球队最大牌的球员阿芳索·戴维斯 出生在加拿大难民营 父母是利比里亚人 小时候搬到了加拿大埃德蒙顿 在这一点上 前加拿大国家队教练斯蒂芬·哈特 比大多数人更有发言权 他表示移民在加拿大足球运动当中 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哈特本人就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戈 在1970年代后期移居加拿大 最初他并没有打算从事足球事业 只是为了上大学 但是后来他改变了想法 卡塔尔世界杯是加拿大自1986年世界杯之后 首次参加这项重要赛事 背后是加拿大足球多年的不断发展进步 回顾这个过程 哈特表示很多移民在为此工作 不仅是教练还有球员 我们只有建立出更好的球碳系统 并且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项事业才会真正开花结果 哈特提到了前加拿大国家队的助力教练 德国人霍尔格·奥西耶克 和阿尔及利亚教练奥特马内·伊布里尔 他表示他和这些外籍教练 一直致力于帮助具有移民背景的孩子 进入到加拿大足球的轻讯体系当中 很多时候并非是刻意为之 人们只是想要一支更好的球队 想让更好的球员来参与进来 在哈特看来 那些拉丁裔非洲裔或者是加拿比背景的人口 具有足球的传统 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这些年轻人喜欢足球运动 并且很多人能够表现的比本地球员更出色 当然哈特也看到 大部分移民球员依然会基于更强烈的情感原因 选择为曾经的故乡效力 就像摩洛哥国家队那样 罗曼赛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出生于法国的一个摩洛哥家庭 对于祖父的尊敬以及摩洛哥的家庭的影响 让他选择了为摩洛哥踢球 2017年赛斯被摩洛哥国家队征招参加了非洲杯 首场就输给了刚果民主共和国 如果他们再输一场就要打到回府了 就在那场比赛之前 赛斯的祖父去世了 他被告知 如果愿意 他可以回到法国和家人待在一起 但是赛斯留了下来 决定继续沿着祖父给他设置的道路前进 赛斯最终在一场3比1的胜利中 打进了关键进球 如今赛斯是本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队长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出和赛斯一样的选择 你比如说纳塞尔沙德利 他在比利时出生和长大 是一个摩洛哥后裔 但是最后他选择为自己出生地效力 沙德利在2015年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 他说一开始他想选择摩洛哥 但是比利时的教练邀请他去参观球队 他原本不想仓促做出决定 因为他仍然爱摩洛哥 但是参观完之后 他的想法被彻底的改变了 摩洛哥当时给他很大的压力 要求他做出承诺 但是比利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面对压力 不同的球员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齐耶赫和马兹拉维也是摩洛哥后裔 他们都在荷兰出生长大 最终都选择代表摩洛哥出赛 荷兰传奇球星古利特透露 自己几年前曾经试图说服一些在荷兰出生的移民球员为荷兰踢球 但是无济于事 他们的家人会催促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那就是为摩洛哥效力 他们别无选择 作为一个在荷兰出生的摩洛哥裔球员 前沃特福德中场诺丁阿姆拉巴特坦言说每个选择背后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 他表示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所有球员都能有这个选择权 如果你没有被要求为荷兰踢球的这个情况下 那只能够选择摩洛哥 他的意思很清楚 有些时候比如说荷兰这样的足球强国 并不会对所有想踢上国家队的赛事的移民球员敞开怀抱 而事实上移民的确不总是受到欢迎的 卢卡库在2018年的《球员论坛》网文章当中表达了一种观点 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 我阅读报纸文章会发现 他们叫我比利时前锋卢卡库 反之他们叫我刚果一比利时前锋卢卡库 也就是说呢 当你赢球的时候一切都好 当你输球的时候 移民球员往往会被无端的指责 关于这一点啊 前加拿大国家队教练斯蒂芬哈特也没有回避 他说呢 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消失的 你忘不了1988年奥运会上的本约翰逊事件 一直以来他都是加拿大人 当禁药丑闻发生之后 他立刻就变成了雅买家人 无论如何 移民球员正在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不仅仅是加拿大 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球队比利时 也在移民球员的这个簇拥之下 提升了高度 比利时足协早就意识到 如果想要球队变得更好 他们必须利用迅速增长的移民人口 足协的前技术总监 米歇尔萨布隆 特地邀请了一名叫做约翰·莱曼的人力学家 来找出将这些移民社区 融入国家足球队的最佳方法 他说呢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成为工程师 但是你可以创造希望 体育就是工具之一 你可以在这些社区树立出榜样 这二十年 比利时的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混凝土球场和足球龙 让更多的外来者和难民接触到足球运动 根据数据来看 在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831名球员当中 有137人 也就是大约六分之一的球员 放弃了自己的出生地 选择为其他国家而战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四年前俄罗斯世界杯的82人 复杂的社会学和足球移民之中的博弈造就了如今的局面 不管移民球员选择待在出生地还是回归故土 世界足坛正在因此而受到影响 哈特表示 我们想要改变世界足球的玩法 世界足球的玩法会不会被改变没有人能说得好 但是世界足球正在一点一点的改变 我们对移民的看法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本周佳话且听风言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的巴黎大视野 在YouTube上收看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佳峰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来介组的luk领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周里的朋友们下期应 forbind地上 当周遇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